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皮皮想起了一个成语 叫做声名狼藉 下面呀 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他的故事吧 在秦朝的时候 有一个名叫赵高的人 他在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身边做事 这赵高啊 没有什么真本领 但有嘴滑舌的 很会拍马屁 因此啊 他很讨胡亥的欢心 有了胡亥这个大靠山 赵高可是干了不少坏事呢 后来秦始皇在初旬的路上 生了非常严重的病 快要病死了 而当时他的身边只有赵高 于是秦始皇就下旨 让赵高帮助他的大儿子 扶苏继承皇位 谁知这赵高却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 他知道胡亥一向不喜欢自己 为了能够继续享受荣华富贵 他竟然偷偷做了一份假圣旨 赐死胡亥 让胡亥当上了皇帝 就这样仗着皇帝对他的信任 赵高慢慢地掌握了朝中大权 从此之后啊 赵高就更加猖狂了 甚至开始残忍地报复 以前得罪过自己的人 其中一个叫做蒙义 赵高故意说了很多他的坏话 让皇帝将蒙义关进了大牢里 蒙义气愤地说 君王如果随意杀害忠臣 这样的坏事做多了 最后就会声名狼藉 可是皇帝因为听信了赵高的话 根本不理会蒙义的忠告 反而将他杀了 唉 不仅如此 赵高还做了很多的坏事 他搜刮钱财 欺压百姓 甚至还有一次 他为了找出那些 不听他的话的大臣 还导演了一场弄剧 这天啊 赵高把一头鹿 带到皇宫里献给皇帝 说这是一匹好马 皇帝一看就笑了 说 不对啊 我看这明明就是一头鹿嘛 赵高却坚持说 这绝对是一匹好马 陛下不相信的话 可以问问百官呀 百官听了以后 都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不敢说话 虽然大家明知道 那就是一头鹿 可他们也知道 赵高是个报复心很强的小人 如果不顺着他的话 肯定会被他记恨呀 最后百官没办法 大部分人都硬着头皮 附和赵高 说那的确是一匹马 只有一些官员坚持说是鹿 哈 果然啊 赵高随便找了个理由 就把说是鹿的官员 统统杀害了 唉 赵高干的坏事实在太多 他的名声啊 也早就坏透了 后来他被处死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紧气 纷纷拍手叫好呢 这就是成语 声名狼藉的故事了 让我们看看 他的具体解释吧 在这个成语里 声名就是名誉的意思 狼藉则用来形容 杂乱不堪的样子 声名狼藉的意思就是 某个人的名声 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跟这个成语意思差不多的 还有一个词哦 叫做臭名远扬 他的意思就是说 某个人的坏名声 传得很远很远呢 小朋友们 今天的成语 你会运用了吗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